部分我們來看一下 那個上禮拜部分主要講到有關 就是早上部分是1到6 然後7到14是下午部分 那早上還有聲音 所以影片部分 這個 可能就是你們在看 觀看因為好像有同學說 那個下半部好像就是 應該是從第7以後的就沒有聲音 那第7以後的話部分 其實我們主要下午部分 早上主要是講到有關 就是成績計算 那成績的計算這部分的話 主要是利用那個List 那個List的串列非常的重要 那主要是說 比如說你今天要讓人家輸入成績的話 那輸入之後要放哪裡 特別注意 當然你輸入之後的話 你不可能說直接放檔案裡面存起來 也可以 不過一般不會這樣 有因為暫存 你還沒輸入完 你幹嘛每次都讀寫 每次都讀寫 太浪費時間 所以多半會先放在一個List List其實是記憶體裡面的某一個空間 那我們先放 放完之後呢 等到他已經輸入完畢 比如說這個成績OK 那就輸入-1 -1之後的話就把成績什麼 幫我做計算 計算什麼 總共計算三個資料 到底你輸入幾個成績 然後你的總分多少 你的平均多少 最後的話再用4MAT 我們也複習4MAT 把它格式化輸出 另外的話還有就是說 如果那個成績 假如你要一直輸入很麻煩 倒不如怎麼樣 你乾脆就讀到一個文字檔 然後再把它讀進來 所以這一題的話 基本上我們是在 上個禮拜部分的話 是在這個輸入成績的那個範例檔 輸入成績的 這個範例檔 那當然我們就可以什麼 第一個先建一個空的List 特別注意這個Score 這個名稱是自己取的 那如果你要建一個空的List 有點像 我要在這裡面放一些成績 那記得是中刮弧 OK 你刮弧不能刮錯 你不能刮成小刮 小刮弧其實就是那個tuple tuple也是一種資料型態 小刮弧 可是那個小刮弧 就變成唯獨的 就是不能寫入只能讀取 那他的優點跟List 跟List 其實基本上都差不多一樣 差別是說不能寫入只能讀 唯獨的狀態的話 他的好處是他的讀取速度會比較快 因為如果你用List中刮弧 他可以寫也可以讀 變成他的效率可能沒有Triple那麼快 不過如果你暫時不想知道那麼多 Triple你可以先拋到一邊 因為他效率快多少 可能一般的資料裡面 大概就快 頂多頂多就千分之一秒吧 千分之一秒根本就無感 如果你的CPU電腦夠快 根本更差更少 所以基本上的話 那我們就建一個什麼List 那建一個List之後的話 當然我要統計他的總分 所以我又建一個 Total的變數 給他一個預設值 另外的話 輸入的資料我用這個變數去接 然後讓他當他不是是負義的時候 我就讓他怎麼樣 把那個值丟到這個List 丟到這個List裡面 那怎麼丟特別之一般都用Append Append就是說我今天要塞一個資料到那個List裡面 那他怎麼塞 第一個先塞0 給他一個編號 你是0號 第二個就是塞1 你是1號 第三個塞2 以此類推 他是循序一個一個Append的進去 那也就這樣 這樣的方式 最後如果他不是負1 就怎麼樣 繼續填 繼續填 請輸入成績 請輸入成績 有沒有 直到 壞有什麼呢 直到我輸入負1的時候 他就離開這個回圈了 OK 所以基本上就一直輸入 輸入到沒有成績為止 那就是那就是那所以在把所有的幾個人 那怎麼知道我輸入幾個乘7 那就是LEN 特別是你如果想要知道 到底他輸入幾個 那關鍵就是LEN 這個LEN就是算裡面那個串列裡面 到底輸入了幾個 那為什麼要-1呢 因為最後還是會有一個-1 那這個-1的話也會被輸入進去 所以你如果一定要把-1扣掉 因為你會Append -1也會把它Append進去 所以當然你這邊如果-1不要Append進去的話 你可以做個邏輯判斷 如果他是-1那就 怎麼樣就跳開 或者是他不是-1才Append的進去也可以 這個地方你就不用-1 所以程式的邏輯 每個人寫法不一樣 那只是說你要怎麼寫比較簡單 因為你多一個邏輯在那邊的話 等於多一行 你不如-1好像看起來似乎 像我的思考邏輯這樣 如果程式多一行 那你我會思考多一行有沒有 比少一行來的 程式感覺更好 如果沒有那我不要寫那一行 OK 因為我追求的是程式越短越好 我講過 第二個邏輯越簡單 你不要 一堆 像我最討厭有人寫一堆什麼邏輯判斷 這邊一個邏輯判斷 那邊一個邏輯判斷 又一堆邏輯判斷 到底做什麼 有時候好像沒有必要 因為邏輯判斷 雖然他可以解決一個問題 但是他可能會衍生另外一個問題 因為你將來看那個邏輯 你要花時間 對不對 所以有時候我在寫程式的時候 我會考慮到這一點 這個程式的可閱讀性高不高 OK 你不能說你寫了 你大概寫得很開心 沒有問題 老是敲說有邏輯判斷 你就把它全部用上去 但問題你要想說你以後 回頭看那個程式 是你能不能馬上看得懂 這一點很重要 為什麼 因為很多人 他沒有考慮到之後維護的問題 維護的話 有時候是你維護 OK 你也去 你看得懂 不過你也去看得很吃力 那如果你交給別人維護的時候 別人可能光看到那些 就覺得一直搖頭 對不對 哇 怎麼會寫成這樣子 對不對 你如果 如果你有看過別人的程式的時候 你也會去想說 為什麼這個人會把它寫成這樣子 這個人的內心應該是 經常是很矛盾 或者經常很糾葛吧 不然的話怎麼會這麼鑽扭腳尖呢 因為有時候我會看別人的程式說 奇怪了 這個怎麼會 明明就是 直直有一條路你不走 你幹嘛繞那麼一圈 繞繞繞繞繞繞 還是到了 對 所以我的習慣就是 馬上幫他動手改一下 發現奇怪 真的直接就到了 你何必還要繞遠路 好像有的時候 其實寫成是不就是單單 那麼容易的 我是覺得 所以你要能夠 直直到那一條路 有的時候 你還是真的 每個地方都要了解 我覺得很多人真的是 只是把它背起來 然後將來要用的時候 感覺 就是 這邊湊一點 那邊湊一點 要不然就是Google一下 Google有人寫了 你就把它湊一湊 好了 可以了 混過去就好了 因為應該很多人都這樣 只是說 在網路上我看一下 那部落有寫 他寫完之後 他說 其實我也真的不知道 為什麼我把它弄出來了 只是把它做個紀錄 看了就覺得很好笑 因為他就是東臭一點 西臭一點 然後他試很多方法都不能 最後呢 他突然 Google到一個東西 他把它加上去 就可以了 他也沒有去追究為什麼 反正就可以先弄再說 當然這邊也是一樣 所以我們前面講過用LEN 可以算他裡面的那個長度 這個資料網 雲端上也都有 所以其實我是建議 如果你要 以後要Python寫的好 第一個我覺得你那個串列 這個 這個型態一定要非常熟悉 因為我發現這個不熟悉 往後很多東西無法處理 像檔案 你要接接不到 你資料庫要接接不到 因為這些東西 最後都可能會放在串列 這個list裡面 而且他怎麼放 用append的放 所以這個東西跟這個東西 將來還會不斷不斷的出現 最後我們就把結果給算完 然後並且把 平均成績用format的方式 format還記得吧 大瓜壺 然後呢 一般習慣是大瓜壺先打一個冒號在中間 最後用format的方法把這個資料 帶到這邊來 這個是整數的 第一嘛 這個是小數點第二位 底下當然有person的寫法 不過往後如果你們 要去考那個證照考試的時候 也會用到format 那這邊的話就可以把它直接run出來 那我們就把它run一下 那當然第一個他會跳出什麼 請輸入成績 如果不是-1 那我就輸入一個 然後再輸入兩個 三個 輸入四個好了 最後-1 有沒有他就 如果不是-1他就append 有沒有把這個資料 輸入之後是文字 然後用那個eValue把它轉成一個 這個數字 再append的進去 append的進去 所以目前這個 中國阿虎裡面就會放98 放第一個 第二個也是98 第三個是96 第四個是97 第五個是-1 ok 然後最後如果要統計的話 我就把它len 然後先轉成stream 再串接共有幾個學生 並且幫我跑個回圈 回圈的話就零到 總共幾個-1 因為最後那個不要算 如果這個你不 不算 就是如果你把它順便加進來 因為它-1 所以沒關係 你就把它最後偷偷再加1就好 也可以 這也是一種方法 所以有說寫法這個可能 沒有標準答案 你要看哪一種比較好寫 而且比較符合邏輯 最後再算平均 所以最後 把結果給鏽出來的話 好的 所以大概是這樣就 好 Enter 對丟給他 然後就總共有沒有 4個 4個 OK total的話 那你可以看到 print之後的話 他就會 總共幾個學生 有沒有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就是 幾個 這個地方 4個 OK 那因為總共其實len回來是5 但是因為最後那個不算-1 OK 再來的話這個總分的話就是 我們把total算完了 全部加在一起跑個回圈 然後把這個平均除以總共幾個人-1 然後這樣format把它做輸出 OK 如果這個題目 你回去也可以從頭到尾自己key完的話 那你將來去像第一類第二類考試這個其實都比這個還簡單 所以如果你會的話 參加考試拿個證照 應該也不是太困難的事情 再來就是我把它改成外部讀取 那其他的話呢 另外還有什麼呢 讀取 讀取檔案 我們是有建一個什麼 ch 就是建一個那個文字檔 然後把它讀進來 所以讀取檔案 讀檔 我就把它讀檔的話 其實就是 用一個非常簡單的一個語法 我們可以在這邊先建一個什麼 ch 按右鍵 你可以什麼 new一個file new一個什麼file 然後file名稱就是ch.tst 裡面就輸入什麼 輸入這個一堆的成績 中間加到點 如果我今天怎麼樣 要把它讀進來的話 我就用讀取 也是上上禮拜的 這個要很熟 因為以後都會用到 如果你不熟沒關係 至少你將來 你要找到這個資料的時候 要很快找到 你就參考一下 其實也不用特別去計 基本上就是open f f實際上就是一個 一個算是檔案物件吧 他open完之後的東西 後面加一個r 就是我要把 這個檔 因為他是放在相對路徑 所以不需要跟他講 放哪一個磁碟的哪一個目錄 直接跟他講在旁邊的意思 在旁邊有一個這個檔 你幫我把他open 讀開起來 放在這裡面 那我在利用什麼 利用那個readerline readerline readerline是讀一行 所以那個file物件裡面 總共至少會 我們上禮拜有講到三個方法 一個是readerline readerline是讀一行 他讀過來的話 就是把那個讀成一個字串 所以讀過來就是一個字串 那另外有一個readerline 叫s readerline是把那一個很多行 全部讀進來 那他變成一個串列 一個串列 他讀一行就放一個 所以第一行就是編號0 讀第二行就放編號1 因此類推 直到最後一個 OK readerline 這也講過 這很重要 如果你讀檔 而且我覺得 physen讀檔真的太簡單了 你就記這些就OK 然後最後的話還有一個叫reader reader什麼 全部讀進來 那全部讀進來 他就全部把它讀進 就是 假設有十行 他就十行讀進來變成一個字串 他不是變成一個 那個串列 他是字串 所以如果你要切的話 你可以reader之後 也可以按照他後面最後結尾是 反斜線R或反斜線N 你可以找到他後面 後面東西如果你看不到 可能要用那個 我上禮拜講過有一個叫那個 North Pay++ 你就看他最後後面的東西 因為有時候你看不到的話 你可能要用其他工具 記事本看不到 那你可能要記事本++ 就可以看到 那因為這一題只有 那個readerline一行 所以我們就readerline 所以 三種讀取模式 大概我跟你講 你大概基本上你工作上絕對都夠用了 而且以前光 要讀檔 其他語言要讀檔就很麻煩 那產生很多東西 那這個不用 像其他 可能還要什麼 先 import一個外顧的物件吧 或者是說還要再宣告什麼 然後還要再轉型 可能讀進來是Binary 是二進位的 你還要再把它轉成不是二進位 然後就是說 太麻煩 這個非常的簡單 那因為他中間是豆點 所以我用Sprits 有沒有 讀到S這個字串 變數裡面 再利用字串變數裡面的一個Sprits的一個方法 其實這個Eclipse裡面也分 如果你記不太起來你就點S Sprits 不知道他怎麼沒有提示 OK 然後後面的話呢 記得加一個豆點就可以 他就幫你做那個 剖開來 剖開來前面就變成串列了 這個有點像Sprits有點像那個Eclipse裡面的資料剖析 所以如果你 你用資料剖析有沒有 你大概剖析完之後他變成 本來是一個儲存格變成很多個儲存格 這邊是 剖開來之後本來是一個自串 他就變成一個串列 串列的話就剖開來 反正第一個就放在list的編號0 第二個編號1 1之類推 就幫你把東西放進去了 應該可以想像的到那個東西吧 另外就 我覺得Python 比較不好學的 可能還是比較抽象一點 那如果你在用Excel的話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資料剖析 不過比起來 好像Excel 如果VBA跟這個比起來 好像VBA還是 雖然也是都一樣困難 但是Python好像就比起來 又更困難 因為沒有具體的Excel畫面 最後的話一樣就是把這邊 所以我這邊其實就改成讀檔 就是完全怎麼樣 不用輸入了 他就自動怎麼樣 幫我從外部把這個檔讀進來 像剛剛是一個一個輸入 現在是不用 是讀進來之後有沒有 讀到這邊來 他就幫我Splitter切開 然後就直接把那個東西丟到scope裡面 所以scope本來裡面是中華5 沒有東西 那因為呢 用Open的方式 把這個裡面的東西 有沒有 9198 切切切切切切 切完之後的話 丟到scope裡面去了 那你可以看到 他基本上 讀進來之後就是一個中華5 裡面第一個成績 第二個成績這樣 OK 那其實這個方法的話 相對於 剛剛逐個逐個輸入會比較快 所以這個是 上上禮拜的那個讀文字檔 最後的話我們有902 904 那902部分的話 基本上就是 基本上我看一下902部分 我是另外獨立出一個TQC的那個 練習 那裡面的話呢 基本上我們就是 會有一個叫 一個檔案叫 Read.tst 那裡面的話一樣是把它切割 所以其實902部分 就是前面題目的衍生 而且你會發現 程式碼很多都一模一樣 這部分902 904 我想 各位可以再做練習 最後就是一個合併 全省的那個什麼 這個 郵局資料 那這個全省郵局資料裡面的話 就是我們假設有一個檔案 那個檔案部分的話 我是放在download download裡面 download可能 這個應該會還原 然後我就把download裡面的 全省的郵局資料 這個資料的話 你們也可以在雲端上找得到 雲端上面的話 好像我是把它放在哪裡 放在那個 應該是放在那個範例檔裡面 範例檔裡面的話 有一個那個 全省郵局資料 那你可以把它下載解壓縮 這個資料如果有的話 那你就 解壓縮之後裡面 就會放了 總共全省好像 幾十個 這個郵局的資料 那如果說今天我希望 它裡面都是一個個檔案 我希望 馬上幫我合併成一個 這個其實主要是合併檔案 那怎麼樣做合併檔案部分的話 其實在Excel 在那個Python裡面非常簡單 我把它解壓縮 制詞好了 OK就這一個 裡面的話 總共會有25個檔案 這個打開來 有這些 那另外的話 再來就三重 台中 所以你可能需要 他以前的做法是 你可能開一個新檔 然後把這邊全選貼過去 再開中立貼過去 台中貼過去 OK 那這樣的話 你可能要處理25字 說每天沒 那可是如果你用Python來做的話 基本上非常的簡單 你只要怎麼 告訴他說 我的東西是放在這個位置 那你幫我開起來之後有沒有 開起來之後 我把它全部讀取 read之後 再幫我輸出到那個根木木底下 叫 那個 all.tst 然後全部寫字 最後告訴我合併完成 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那這樣合併完成 裡面就會多一個什麼 多一個all 打開來 所有的三重 中立 等等的全部都進來了 OK 那這個是上上禮拜講到了 就是 可以快速的幫你把 所有的檔案 通通都合併起來的方法 然後這個 這個部分 那也 也可以用在其他的檔案格式 比如說Excel CSV 或者其他等等的 其實也都辦得到 另外呢 後面其實我們會講到跟資料庫出來 因為這麼多東西 你把它合併也不好用 你檔布怎麼樣 可以把它丟到資料庫裡面 以後要查詢的話 下一個關鍵字 也可以把資料撈出來 那這個部分 請各位再稍微試一下 這個是 我們在上上禮拜的重點 有全省 那個地址合併 那這相關的東西雲端上都有了 我剛剛這個全省 的那個在範例檔 然後 相關的資料的話 我們是放在串列這邊 那另外就是說那個 證照考題的部分是在這邊 所以這邊你們可以多 多試試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其實 公益一道題目 就其實還蠻花式的 而且 我是建議 這個每一行每一行 你都要實際上自己去 寫過一遍 然後並且了解 每一個 每一行到底做什麼事情 因為這個地方的話 你如果沒有辦法 測每一個地方都很了解 以後要寫程式就會測每個地方都有盲點 那 蠻花時間的 再來就是說 如果你沒有一個方向 沒有一個目標 我建議倒不如 可以跟前面同學 就是 像 就是跟他們學習啦 也許可以 把那個 考試 考一個證照當成一個目標 因為目前 有這張證照的人 其實也不算太多 如果你將來有意願 或者想要 朝這個方面 像 那個 這個 AI 的方向去發展的話 倒不如 你 因為至少你要有一個門票 或者是一個證明 那這個我想是一個比較 目前看得到 而且不會花太多力氣啦 那就是可能要花一點你的時間 那另外要花一點你的報名費 你報名費好像也不算 太便宜 不過 我想應該可以 在可以接受範圍之內 你就 把這個目標當成 那你就把時間也 schedule 把它 最好你的那個 時間也把它定出來 不過我建議在 你越接近 越 越快越 越好 因為這個 考試的題題目 我不確定他會不會後面 又多一些題庫出來 試一下 所以請各位把那個 剛剛我講的部分 再稍微試一下 就是處理那個串列 跟檔案 那後面還有那個 dictionary字典 如果你的串列不是一個 可能有兩個 有個key有個value key value 其實比較跟資料庫有一點關系 因為資料庫裡面不外乎 一定會有個key 那後面一定會帶藍 帶什麼資料 那就value 所以這個字典的話 可以跟一般 假設你外戶資料庫 他有的時候會 會出一些檔案格 比較常見像jason檔 jason檔格式的話 你就可以用 那個字典去把它接起來 再做後續的